一層分享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有點暗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Honda的經典小車 FIT 國外應該是叫GS 代號是GE 07-13年 這台算是末代款 GE最末代款13年的 1.5升 然後 它雖然算小樽 但是一些配備其實都還不錯 像這個是後輪碟煞 那今天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後面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呢 它是一般小車最經常用的懸吊系統 拖一臂系統 奇怪怎麼 拖一臂系統 然後後面的話呢 配置的是3.2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筒身 筒身 筒身一樣是阻尼30段可以調整 那今天預計的車高 原來剛剛來的時候是原廠的車高 大概三指半左右 預計降到兩指幅左右 目前的輪胎規格都還是原廠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因為前面的話呢 有一些細節比較特殊 前面的話 因為這個是小車嘛 所以它的 上座的軸層呢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上座 這個FIT的軸層 它的它是記得是 彈簧壓縮的不夠 所以卡的有點緊 這個是我們需要把它原廠的 那個指揮軸層 把它拿來使用 拿來沿用 這個是 IAA德國的 一樣是維持這個料件 IAA德國的軸層 所以有兩個零件是需要沿用的 第一個是這個軸層 第二個是它原廠上座的 算是一個緩衝橡皮 所以這個軸層呢 是埋在這個緩衝橡皮的裡面的 所以它等一下組合起來的樣子 會是這樣 這顆零件是德國的 Hello Elena早安 貴松早安 所以這一台是HONDA FIT G1 它有上部的話呢 有一些零件需要沿用 就是這個 上座的指推軸層 還有橡皮 都是需要沿用的 前面的話呢 我們這邊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話 這台車是配置5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 原廠的 原廠的固定的位置 離載算的位置是在這裡 所以離載算的 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油管固定位置 油管固定位置 還有ABS改音線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那車高的話 前面也是預計降到兩指幅左右 那這個車主也認識了 對 謝謝謝謝 謝謝幫我們介紹 然後這個是前面 車主已經有改了化線的碟盤 可是里程數有點多 應該也是差不多 應該要太換 前面的話 配置5公斤彈簧 預計也是降到兩指幅 那在組裝的時候 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這是KT的前面的避震器 它需要組裝的時候 需要沿用到剛剛的指推軸層 這個指推軸層 指推軸層鎖上去之後 上部就會鎖回去 螺帽 這是原廠的螺帽 螺延用就可以了 那鎖回去之後呢 彈簧的預載 就要特別注意了 彈簧預載的話 大概壓個3mm就好了 這是前面比較繁鎖的組合部分 這是前面比較繁鎖的組合部分 上座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其實 像是 歐系的小車 Lupo 還有舊款的Polo 還有Swift 也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前面也有改裝的大包 前面的話呢 上座的指推軸層的螺帽 稍微已經有鎖緊 所以現在呢 再用手 再把它確定 鎖附正確的力道 好 現在這座的動作呢 就是彈簧要做正確的預載 大概3mm左右 預載完畢之後呢 這兩個托盤 就要對手把它鎖緊 免得到 免得會鬆脫 大概會壓縮到 這個200 自由長度是200mm 會壓縮到大概 197-195mm左右 小漢搞事啊 現在在做的是長度的調整 預計是大概兩幾幅左右 KT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防鬆的 那個托 那個 托浪型 這個是防鬆的功能 KT的話才會有附這個 因為這台G1的話 FIT安裝了蠻多台啦 所以我們都有一些基礎的數據 所以就會調到大概好 剛剛好 兩指幅的車高 那前面的部分 主尼的調整呢 FIT因為小車嘛 所以它的座舱前移 需要把雨刷連桿啊 一些這些基建拆掉之後呢 才有辦法調到主尼 主尼的話呢 一樣是在上座的上方 那這個調整鈕呢 會比較小顆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一樣有三十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今天的輪胎是一樣是 因為還是原廠的規格 185應該是556 18556 所以我們等一下 預計的阻尼段數的話 會先調到大概15段 就剛好中間值 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廠的便利拆下來的狀況 這是使用的大概十來萬公里的 原廠的正常來說 KT的話都會附前後上座 但是FIT的話呢 跟SWIFE一樣 本來前面就沒有上座啦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 剛剛影片中的軸層 還有橡皮呢 把它拆下來沿用 後面的話呢 FIT的橡皮很大一顆 其實這個啊 說真的 永遠都不太會壞 橡皮的話 可以它的硬度的話 原廠硬度也做得蠻高的 比一般其他的FIT HONDA 車系的話 橡皮硬度做得比較高 我推估應該有差不多是70度左右 所以這個橡皮呢 不太會壞 所以橡皮的話 我們就直接拿來沿用 它的密合度的話 是最棒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好 後面上部的阻尼調整部分 這個是 原廠的避電器 可以給我燈嗎 謝謝 這個是後面 它跟FIT一樣有一個維修孔 所以很方便 不用再拆內裝 我們直接把這個維修孔把它掀開之後呢 上座就在這裡 上座就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橡皮 橡皮的話呢 就繼續沿用 那阻尼調整的話 當然就更方便了 我們把濕蓋維修孔把它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很方便 這是FIT的後面 它後面已經裝好了 所以師傅 現在在開始裝輪胎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安裝 前面的話呢 在安裝的時候都建議架設一個水瓶椅 避免它的CAMBER角度差太多 現在在鎖護仰角的螺絲 左前 左前的話呢 原廠的魚刷連桿機構呢 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需要 把原廠的那個魚刷連桿把它拆下來 前面的話還沒鎖完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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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話呢 等一下 這個是原廠的那個離載鎖 鎖點的話就直接鎖上去就可以了 車高的部分 KT的話 它的 能調整車高的區間範圍會比較寬 因為啊 它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齁 如果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話 那它調高跟調低的 第一個啦齁 它的調高調低的區間比較少 然後 調高的時候就要壓彈簧嘛 所以調高的時候就會比較硬 那調低的時候就會比較軟 所以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的話 同身可調齁 它就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它調高調低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是靠腳管相對的位置 譬如說我這個藍色的腳管 往下延伸的話 它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側高就變高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這個腳管往上抹的話 側高就變低了 所以調高跟調低呢 它的乘坐感覺是不太會有差異性的 像這個的那個油管 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去 都是做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輕輕一樣就都很好 很好安裝很好處理 這裡還有一個油管 油管固定螺絲 羊腳可換 你指的是後面的羊腳嗎 要做海拉風嗎 長毛 你指的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也有換了Bosch的電品 KT避震器的價錢 KT避震器的價錢的話 像這一套是道路版 道路版的話 完工是兩萬六 綵線部這麼多 都有伸縮� grenvi 有伸縮測可調 伸縮測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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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蹈価測igesiew 180 ieren 거�ственно 外挂氮气瓶的比例 那么热血的车友倒是也有 但是比例上比较少一点 师傅有把那个调整钮把它放上去的 这个就是后面的调整钮 它顺时针就会变硬 逆时针就变软 所以后面的维修孔相当相当的方便 跟替打一样 不用再拆内装很多东西的 直接从这个地方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可调式避震器 对,KT的话呢都是软硬跟高低 都是能调整的 右前扣盘拿卡卡的 这个也能起来 这个有大包 等一下车高降下来之后就碰漂亮 不行 它头太大了 不行 会干涉到 现在的话又前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要上 上轮胎了 如果降到粮子会建议吗 可以啊 像这一台的话呢 它比算是前低后高的设定 原厂 原厂的话前面大概三指左右 不到三指的 后面的话大概三指半 所以等一下预计 前后都会降到大概两指幅 保感本来就很低喔 对啊 这台本也有装大包 所以它本来的保感较低 当然可以再更低啦 但是有一些进出一些 比如说百货公司 或者是大卖厂的那个停车场的话 就会比较不方便啦 所以就大概会建议的高度 都大概是两指幅左右 OK那今天已经安装到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这里 如果车友们对KT的产品呢 有有疑问或者是有兴趣 可以跟我们KT的小编联络 那我们公司也都有提供试程车 可以让大家试程看看 可以多多比较 北区还有中区 都有很多部的不同车子 不只是FIT 也有其他车子可以试程 欢迎来试程看看 谢谢大家 收看 拜拜